盘点原神里所有卖突破材料的商人 蒙心必看 蒙德片 首先是地图上这个临间小路上 我们来到这里会发现一个叫做克罗利斯的小朋友 他这里可以卖五个材料 如果你觉得价格还可以的话 不妨就入手吧 像这种木风蘑菇找来找去的 先麻烦买五个画五千摩拉也是可以的 下面我们来到蒙德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刚刚那个小女孩提到的佛罗拉的花店 里面有一些甜莲花 风车菊 塞西利亚花等 特别是大家最爱的卢老爷的小灯草也在里面 喜欢就入手吧 我们再来到旺叔客栈这里 在这个叫做菲尔格戴特的老板娘这里 我们可以买到琉璃带 泥上花等 价格的话也是一千摩拉 还算可以 再来到青色庄这边 这位叫做小白的模仿主也会卖一些材料 比如说泥上花 琉璃百合等 不过这个琉璃百合价格有点太贵了吧 如果不是急需的话还是别买了吧 下面是梨岳片 在梨岳主城内有五个材料商人 记得收藏一下 以后方便寻找 我们从上到下依次来说 首先是这一个 在阿贵这里我们可以买到六种材料 价格也还算可以 喜欢的话就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哦 阿贵 打钱 然后是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博来的商人 有点难找 他是在地面以下靠近海面的这个地方 他也是只卖一个东西 叫做新罗 就是夜兰的突破材料 上个奖是如果抽到的话 这次可以大力购买啦 我们继续往下走 靠近珠宝店这里有个叫做长顺的商人 他这里可以买到石破和定器水晶 特别是石破 大家在歪到客情以后 是否有疯狂找过这个东西呢 那如果你正好歪出客情 不妨在这里多买几颗吧 我们继续往右走 在锚顶的正上方呢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叫做石头的商人 名字叫石头 卖的当然也就是石头啦 包括铁块 白铁块 还有叶薄石 照判判的话就是卖破铜烂铁的商人 最后我们再来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举黎月闻名的万民堂里的卵师傅 呸毛师傅这里 我们可以买到几个非常简单的材料 但是有很多食谱没买的小伙伴 记得买一下哦 到七篇 首先我们来到里岛的最左边 在这个人一点也不如其名的小田 这位渔夫这里 我们可以买到海灵芝 不过话说你这渔夫怎么钓了这么多海灵芝呢 是不是认识一位叫做风云万叶的友人啊 再来到这个地方 这边就比较热闹了 有两个商铺都卖材料 不过其中有一位是奸商 就是他 卡比利亚 在他这里 一个蒲古英子居然卖出6万的高价 那这样看来的话 蒙德城门口 那简直遍地黄金呀 有在这里买过蒲古英子的小伙伴 扣个一 让我看看有多少吧 我们从奸商这边跑过来走到对面 这个叫做山城建泰的商人这里 他这里呢有卖珊瑚珍珠 这也是美丽的观赏鱼的图报材料 以前一个还可以接受 再来到稻妻城这边 在这个传送点附近叫葵的小姐姐这里 我们能够买到明草这个材料 这也是萧公的图报材料 须弥片 在奥摩斯港口两侧分别有一个材料商人 我们先看左侧的 找到正代用蓝牙耳机听歌的秋卫小姐姐这里 在他这边我们可以买到30亿花 价格呢也是非常便宜 喜欢不要错过哦 再来到右侧这里 在巴巴克这个小老头这里 我们也能够买到一些材料 看这个蒲公英子才1000摩拉 那个6万的是怎么敢卖出售的啊 我们再来到华城锅这里 在阿什帕奇这边 我们可以买到树王圣体菇 再来到须弥主城这边 在这个叫做朱特的商人这里 我们可以花1000摩拉买到帕迪沙兰 最后一个商人在环纳兰娜这里 开启梦境模式后 找到兰玛尼这个小萝卜头 我们就可以买到树王圣体菇和杰波莲两个材料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个别致的小东西的话 那么记得做一下森林书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好了那以上就是目前版本所有的材料商人 记得点赞收藏哦 不然以后想买的时候可找不到人了 好了那我是快乐年红军 我们下期再见